大家好,我是肉仔 我已经回家两天了 前几天在熊和新区去了几天 给大家拍了几天视频 八天不能再拍下去了 然后我就去了这个羔羊去找我们战友去了 那边战友呢 都是原先我们在唐山当兵的时候 在一个部队里边的 在一起待了几天 然后吃吃喝喝,爬了爬山 又去回家看了看我那条小狗子 就回来了,回家回来待着休息来了 不想再出去拍了 本来是想把这二十天度过去之后 然后去中南山的 但是我觉得还是没有必要拍下去了 还是回家先歇着吧 把这一段时间歇过去 然后再说 这段时间看这个网络上面啊 也是因为这个唐山打人的事件啊 本来是早就想做视频了 但是我知道做了视频也没什么用 怎么说呢 就像上次这个读教材一样 做了这个之后 做我们up的啊 做up主的 有的时候还是挺难的 说重了吧 过不了审 说轻了吧 说不清楚 所以说干脆就不说了 我呢 其实你看啊 脸上并没有上火啊 也没有起什么毒草 我说的是那么个意思 所以说呢 我就不想拍 这几天在家就拍一拍这个 生活 其实生活也没什么可拍的啊 我现在在家里边啊 就是抄抄易经啊 然后看看这个中文书 但是你说吧 很奇怪啊 这个易经呢 老是被某一部分人啊 说成是这个什么迷信 但是你看这个西方的什么塔楼牌啊 摘星术啊 是吧 又什么这个十二星座了 流量大的呢 没人去说那个是什么迷信 我搞不懂 这是为什么 还有人说这个中国的这个中医啊 什么农农之病 这么多中医黑 我也想不得是为什么 从上次的这个独教材 到现在的这个打人事件是吧 唐山的打人事件 总归反映出一些问题 就是你看吧 现在不管唐山他这个 什么的雷霆行动啊 是吧 但是我觉得不光是这个犯罪分子的问题 好多呀 应该怎么说呢 应该是某些某些某些地方出了问题 我觉得后边还会再出现一些问题 慢慢的都会跳出来 所以说这些东西我也不想说 从后期吧 后期也有可能我去这个福州啊 因为有朋友在福州那边 然后也有可能去做卖设 两边我都跑一跑吧 走到了7月份吧 7月份我会给大家 然后持续的拍视频 只要出去了 就给大家持续的拍视频 啊 啊 啊 好 好 谢谢大家